大家好 欢迎来到健康童文圈 我是每晚20点20分 守候在您身旁的白杨 让我们掌声欢迎 我们可爱的陪诊团 小鱼和文悦 文悦和小鱼 健康万人迷 今天落点啥 小白来出题 小白来出题 难道你俩没问题 俗话说啊 这迷语时为天 足见饮食在生活当中的地位 科学膳食呢 是一门复杂的学问 吃什么 怎么吃成为了很多人的难题 没错 这我每天最头疼的问题就是 吃什么怎么吃 但是我跟你说 这肯定难不倒小白 什么蒸羊羔 蒸熊掌 昨天你还在讨论 先吃的那个是 停停停停 打住啊 我跟你俩说啊 就是今天我算知道了 如果说我继续这样的话 那离我们的膳食达人目标 只会越来越远的 时隔六年被誉为 中国人膳食宝典的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终于更新了 大家伙快来看看 这张图片当中的宝塔 和之前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这个塔 这个玲珑塔 塔玲珑 这个包塔有六层 听一听小鱼啊 我跟你讲 我知道你这个说绕口令 说得特别六 但是重点你得看细节 没错 其实啊 我们就是一定要树立 膳食指南的意义 对于咱们老百姓说 但是它意义何在呢 嗯 我觉得吧应该是这个满足营养的需要预防疾病的发生 2018年啊 全球营养报告当中指出 全球有五分之一的死亡是和饮食有关的 不合理的膳食结构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健康负担 所以说合理的膳食对于我们来说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没错 你看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啊 在学校里面这个小孩子如果说能长到一米八的特别少 但是你再看看现在这营养啊都跟上了 这身高啊都往上穿 嗯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营养跟的不对 三高它可能就会伴随着也升高了 嗯 你们俩说的都特别对啊 我给大伙总结一下就是 膳食指南就是能够汇集每一位普通老百姓的好事 居民膳食指南的意义呢就在于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直接呢指导咱们老百姓在这个吃吃喝喝方面 应该怎么做做什么才能够更科学更健康 我们健康朋友圈节目啊 就马上为大家伙整理了这个指南的重点内容 新变化以及营养师对指南的解读 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一块来好好的解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看2022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它不仅呢对原有的六大核心推荐有所修订 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两大核心的推荐 所以啊最关键的是不是就在这增加的两项里头特别重要呢 嗯分析的还是有道理的 在这呢也要给大家来发问了 请问您身体的健康程度您了解吗 请问您认为自己的日常饮食均衡健康吗 请问您自己是膳食达人吗